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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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你喜欢的是我不是柴少 为了你我什么都愿意做 跟我一起离开这里 你就可以抛开家族的包袱 做我们喜欢的事 秀宁姐 玉枝 你是想问我为什么要跟柴少定亲吧 你真的想清楚了将来要嫁的人是柴少 我为什么不能嫁给他 你跟寇宗之间不是早已经有默契了吗 玉枝 你可以不理政治 所以可以任性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可我不是你 那好 抛开家族另一步说 你到底喜欢扣重还是柴少 你老老实实回答我 是 我曾经对他动过心 这不结了 你自己都承认了 但是我从来没答应过他任何事 他为了你连命都可以不要 换来的居然是这样的结果 你怎么怎么对得起他 我知道我伤了他的心 那为什么还要这么做呢 秀宁姐 我不想看到你伤害扣重 也不想你将来后悔 如果决定来的事 我不会后悔的 我一直以为你是个女中豪杰 是世间上最有情意最勇敢的姑娘 但是真没有想到 连你也这么无情 无情的让人害怕 你们真的要走 是啊 我们想过了 我娘大仇未报 我们留在这儿也不会安心 其实我跟两位一见如故 希望两位可以留下来 跟我创一番事业 到事业有成的时候 再报大仇也不迟 世民兄好意我们心领了 我们已经决定了 我也要走 你也要走 心情不好就走了 好吧 等你们心情好一点 再回来叙旧 寇兄弟 徐兄弟 李家大门随时为你们而开 我衷心希望有一天 得到你们两位相助 多谢世民兄赏事 我们也要告辞了 等等 这本账簿是你们辛苦得来的 秀您受之有愧 扣中付出过的东西 是不会收回来的 我们这等穷人家 没什么送给你做贺礼 你不嫌弃的话 这本账簿就当是贺礼 但是 秀您姑娘 我们要的是宇文法的账簿 而这本是李家的账簿 给我们也没用 你还是留下吧 那好吧 我代李家多谢二位 侯补 这些是小姐为你们准备的 希望你们不要嫌弃 谢谢 我们虽然求 可还有盘缠上路 时候不早了 我们要告辞了 众少 你真的打算 等主公称王之后 就正式嫁给柴少 如果李家起义失败的话 我不想连累柴少 但是如果成功的话 我也可以放心地去嫁人 但是 你真的想嫁的那个人 并不是柴公子 小姐 我跟了你那么久 难道还看不出来 你喜欢的人是寇仲吗 你对柴公子说的那番话 虽然不是谎话 但是也透露出 你并不想立刻嫁给他 因为 你对寇仲仍然存有希望 虹夫 果然是你最了解的我 没错 我对他仍然抱有希望 我希望他可以努力发愤 在我没嫁柴少之前 建功立业 回来向我提亲 可是 我担心他受了那么大的打击 可能会变得意志消沉 如果他受不了挫折 自暴自弃的话 就当我看错人 我和李大哥都觉得 他一定会出人头地的 但是我表示 他会回来向我提亲 虹夫 你信不信有奇迹 我真的希望奇迹可以出现 停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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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前面有只大猴子 猴子 猴子 在哪儿啊 在 是啊 这只猴子比大象还大啊 喂 太慢了 不如我们划两拳吧 好啊 好啊 我划拳要打遍宋家五敌手 来 众少 让你这个一代划拳王来教训他了 来 怎么办 英雄难过美人关 看来他这次真的伤得很重 看他现在这个样子啊 还想去找宇文化吉 就算有九条命都没用啊 要不这样吧 先去我家 我想过了 跟他正面交锋呢 我们占不了便宜啊 但是幸好 我们有他私购兵器的账簿 我们把账簿交给皇上 搞他意图谋反 看他死不死 这个想法不错 但是我想请问两位大哥 你们两个凭什么进宫见皇上 凭你喽 我 镇南王 宋家小姐啊 我想你们找错人了 宋家一向都不理正事 我虽然是宋家的小姐 但是别说是见皇上 我连皇宫都没进过 喂 你不是开玩笑吧 最少起码也认识什么皇亲国戚啊 朝中大臣那种人吧 最好的就是和宇文化级不合的那种 朝中王武 真的没有谁不恨宇文化级啊 有了 当今尚书王世冲 尚书 尚书官大不大 很大很大 他和宇文化级一文一武 是皇上身边的红人 虽然表面上是携手合作 但是私底下明争暗斗 都想铲除对方 立刻就洛阳 让开了 让我来 让开 让开 喂 喂 洛阳离这儿还很远的路呢 怎么是明天先找间客栈 吃顿饭的故意呀 是啊 仲尚 他说的对啊 哎呀 你们别管我了 好 好 好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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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干杯 好 干杯 干杯 一净而净而 好 干杯 干杯 好 干杯 来 来 为宇文化级干杯 好 为宇文化级快 死干杯 公子请 我不会跳舞啊 公子请 漂亮姑娘请你跳舞你都不跳 你太不给面子了 来 我来 喂 她到底搞什么 怎么突然变得活动乱跳的 你没看出来她在发泄 她今晚一定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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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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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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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 没酒 拿酒来 你够了 让他喝吧 雷尚 娘说过我们做大事的人 英雄流血不流泪 我寇仲怎么会为了女人 借酒消愁 我真的想喝酒吗 不用解释了 解释就是掩释 你想干什么我都陪你 还是兄弟最好 我真是不明白 兄弟姐到底想什么 明明有个自己喜欢的她不要 她要嫁给那个柴少 好 看你这么帮我 从今天开始 你就是我兄弟 去 谁稀罕做你兄弟啊 跟子凌哥还差不多 那就兄妹了 你再说一次 你当她是女人啊 不行 来 把你喝酒 喂 臭小子 你说什么 叫她喝酒 不关你的事 来 一起喝 来 来 不 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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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喝 喝 来 去哪儿 喂 喂 喝酒 喂 喝酒啊 喂 喝酒啊喂 跳舞 哎 哎呀 哎呀 我开了 你好重啊 秀宁 你为什么这么对我 你喝多了 我不是秀宁姐 你不是秀宁 不是秀宁为什么这么绝情 你说我是你兄弟吗 又怎么是秀宁姐 你在耍我 来 来 走 去哪里啊 睡觉 别多了 好 大家一起睡 这两个人睡在一块儿 那是像什么话 这俩家伙一大早跑哪去了 你这个下话 像是一样 你这帅人 哪能这样呢 这个 不可以啊 这下话 这好胆肺 这什么小话 成个体统 这不算个话 你看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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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众盛 喂 搞什么啊 形形啊 喂 众盛 喂 众盛 喂 行形 行形 你们搞什么啊 那还有 做完 怎么这么多人 他们两个喝醉酒了 没事没事 你们不要误会啊 昨晚我们 居然还吟笑 太不要脸了 居然还吟笑 真不知羞耻 不知羞耻 太不知羞耻了 你说我银贼可以 人家是大姑娘 不要侮辱人家 我知道你讲义气 但是也不用说 自己是银贼啊 太不要脸了 是啊 是又怎么样 我们喜欢干什么 关你们什么事 我就是喜欢西天墓地 我就喜欢放浪行骸 要是你们看不眩眼 就自己回家试试 一个个围在这指手画脚 干什么 想打架 是不是啊 还快点走 再不走打断你们的腿 走 走 走 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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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什么呀 我们是兄弟吗 他们不明白 干嘛要跟他们解释啊 来 洗个澡 吃饭去洛阳 低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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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走 就这样 对了 对了 真是做皇帝也没我过瘾 别说话 用点力气 好一对狗男女啊 怎么 你嫉妒啊 嫉妒也没办法啊 刚才是你自己说不要的 早叫你当他是男人了 本来是吗 有福不小 活该 玉智姑娘你真有办法 只要这条死狗不带装死 那我就放心了 今天的我不是昨天的我 死狗已经活了 我中少不用十八个时辰 又是一条好汉 我要化悲愤为力量 为了自己 不让人小看 我要创一番事业 创一番功名 说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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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你像一样东西 熊师还蛮红啊 蟑螂 怎么打都打不死 你干嘛打我 你把我当蟑螂啊 别忘了我跟你睡过一晚 我是蟑螂 你就是母蟑螂 你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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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够了够了 干什么 你打你打你 真是 别打了啊 吹 走 走 真的好大啊 别碰人家东西 这么久 会不会不肯出来见我们 放心吧 他跟我爹是恕交 无论如何也会给我点面子 好久没见 有没有想我 如果不想你啊 我又怎么会来看你呢 熊妮小姐 我扮男装你也认得出来 你身上那股香味啊 我不掉的 你这个玉智 每次都是你捉弄我 我一次都赢不了你 这两位是 哦 这两位呢 是自称俱勇双龙的 寇仲和许子玲 董熊妮 尚修大人的外甥女 从小寄养在她家 尚修大人对她 就像对自己亲生女儿一样 她呢 也是我从小玩到大的好朋友 玉智 这么好带着你的朋友来看我啊 王伯父好 我给你介绍啊 我都听到了 这位一定是寇公子 这位是徐公子吧 拜见尚初大人 不必多礼 我来介绍 这位是犬儿玄应 王公子 玉智啊 你爹和你哥他们还好吧 脱王伯父的红服 他们两个都很好 玉智 我们也好几年没见了 你长大了也漂亮了 玄应 有客人在这说话 要装重点啊 知道 爹 舅舅 你要把玉智留下来 让他可以多陪我玩几天 是啊 玉智 今天来了 就多住几天陪陪淑妮 不管淑妮有什么要求 伯父一定会答应哦 对了 王伯父啊 我有件事想请你帮忙 我这两位朋友呢 想请你帮他们 引荐皇上 尚初大人 实不相瞒 我们有宇文法 和东明号司买兵器的账簿 想交给皇上 我们的目的很简单 就是想铲除宇文化吉 不断舅舅把他们当仇人 连你们都是啊 淑妮 不要乱说 爹和宇文大人 都是朝中的大臣 效忠皇上 试问他们 又怎么会有仇恨呢 玉智 干嘛对表妹这么凶啊 不错 宇文化吉是一介武服 常在皇上身边干预朝政 老夫的确与他有不合之处 你也是为了朋友 见义勇为啊 我这两位朋友所做的事 也等于是为朝廷除害 难道我们不应该相助吗 这件事事关重大 老夫一定要审慎处理 对你们两个觐见皇上的事 我要好好地部署一下才行 殿 宇文化吉耳目众多 为民打草惊蛇 三位还是不遗留在寒舍 有什么消息老夫自然会通知你们 多谢尚书大人 林少 你说王世春会帮我们吗 表面好像会 其实是老毛深算 我很担心 他是敷衍我们 他心里面啊 不知道多想宇文化吉死 只不过呢 我们是外人 他肯定有所顾忌啊 所以我说做人呢一定要扬名立万 这样做起事来就事半功倍不用人帮忙了吗 你们两个也没有发现 王世春对他的外甥女比对自己的儿子还要好 简直是好得不得了 因为呢 淑妮的娘是王世春的表妹 也是王世春的旧情人 难怪呢 爱乌吉乌啊 万一王世春不肯引荐我们怎么办呢 那也没办法 现在是我们求人家 睡醒了再说 想一起睡吗 �巢 杝霞 野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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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已经中了毒 没知觉了 找账簿 是 快点 你赶快扔进去 动作快一点 这么慢 回少爷 我们把房子翻了个底朝天 也没找到账簿啊 全身都搜过了 是 少爷 都搜过了 走 众少 你在哪儿啊 我好像灵魂出窍 快死了 别死 我们还有很多事情没做呢 我知道 但是我们能怎么样呢 长盛绝 长盛绝 你们居然可以死里逃生 哇 太好玩了 未未未 还说是好兄弟呢 这么好玩 怎么不叫上我啊 死也要叫着你啊 很明显 是王世冲派王轩英做的 理由呢 王世冲疑心大 他根本不信我们 所以他派王轩英来偷账簿 如果偷到的话 我们就没利用价值 如果偷不到呢 他也不想因为我们而得罪语文化级 你们只是想报仇嘛 根本没有想过要跟他邀功啊 可人家不这么想 政治真够黑暗 幸好我们把账簿藏起来 那我们要怎么样才能见到皇上呢 除了王世冲 我想不到朝中 还有谁可以和语文化级抗衡了 娘说过死人特别灵 真的没错 当埋在地下就快死的时候 我突然灵光一闪 想了一个办法 看你的样子准备好事 有时候呢 为求目的是要不择手段才行 那到底是什么呀 要你们两个一起合作 薛帆之意被礼伐化解了 东明账簿又不知所踪 现在那两个小子投靠王世冲 也就是说 语文家的账簿还在他们手上 但是王世冲不但没招待他们到府上住 而且还派人杀他们 王世冲这个老狐狸知道我派人监视他 所以跟他们划清界限 因为如果他偷到了账簿 他们两个就没利用价值 是到我们出手的时候了 长生爵跟账簿一次过全抢回来 如果他们俩练成了长生爵 要抓他们就没那么容易 连王世冲都找不到账簿 那到底在哪儿 大哥 万一账簿落在王世冲手上 我们会很麻烦 那倒未必 靠仲和徐子凌是生是死 对于我们来说不是那么重要 为什么 爹 语文化吉 看见我们并无意与他们合作 戒心自然会降低 不过我们低估了那两个小子 他们身中剧毒还被埋在地底下 居然死不了 既然他们两个有这种神功 我们不妨重新考虑 利用他们对付于文化吉 你们把东西放下就行了 今天我自己沐浴 是 小姐 你们是什么人呢 我们是彩花贼 先见后尚 是先见后尚 一起过上书府的女婿 救命啊 救命啊 你叫吧 嗓子叫牙了也没人理你啊 放过我 不要过来 你放心 我们两兄弟会很疼你呢 不要过来 来人哪 来人哪 兄弟 杀 不要 放开他 找到 不管你的事 你们两个银贼 光天华日之下调戏梁家妇女 我靠重不收拾你们 就不叫靠重 好 想死不让你死亡 好厉害啊 董小姐 你没事吧 你醒了 不用怕 没事了 不好意思 多谢寇公子救命真 你还记得我 寇某真是三生有幸 我们以前见过吗 况且寇公子你是玉智的好朋友 我还记得你有什么好奇怪的 难怪玉智说 董小姐不但是秀拜会中 还带人随和 毫无架子 我想我没事了 还是让我自己走吧 你刚刚才晕倒过 还是不要勉强了 但是这么多人 别管别人怎么看 董小姐在我心目中 永远都是那么纯洁无瑕 我知道你是好人 这条路是去皇宫的 我们不是回尚书府吗 你受了惊吓吗 我带你去看御医 我才放心啊 不是随便什么人 都可以去找御医的 你舅舅是尚书大人 等他上完早朝 让带你去看就行了 尚书大人 叔弟 你在这儿干什么呢 舅舅 刚才我差点被山贼强暴 幸好寇大哥救了我 我才没事 所以他就要带我来看御医 那我就来找你了 为戒草民 难得受到尚书大人礼贷 董小姐有事 我寇仲当然义补容辞 这位公子是王尚书的贵宾 这位是 寇大哥是我们尚书府的贵宾 更是我的救命恩人 哪里 承蒙尚书大人看得起小人 尚书大人 不妨碍你 公子请用茶 洛阳城在老夫的管制之下 一向治安良好 鲜有盗贼 如今淑尼遇到了山贼 如果我查出了是谁做的 我绝不会放过他 在下并不同意尚书大人所讲 就在昨晚我和灵少 居然被人下毒活埋 简直是死里逃生 不知尚书大人又怎么看 是吗 这个老夫并不知情 现在人人都知道 我救了董小姐 被大人视为上宾 不知尚书大人会不会感恩图报 再为引荐入宫面圣 那当然 凡事不可以勉强 不过这次的事被宇文化吉知道了 会怎么样 你是故意这么做的 这是刚好碰见了 我也担心万一宇文化吉 认定吴义大人是同党的话 到时候他对大人起戒心 你不对付他 他也会对付你 倒不如带着你先下手为强 只有铲除他才可以自保 你 这样不是对付宇文化吉 最好的力气 如果你不肯带我去面圣的话 你永远也别想得到 上书府的床 比客栈的床大多了 但是我始终觉得 我们这次做得有点过分 尤其是半山贼 博取董叔您的好感 会不会太过功于心计了 最功于心计的人是王世冲 不这么做的话 怎么逼那只老狐狸就范 我们目的很简单 杀宇文化吉为娘报仇 但是王世冲在想什么就没人知道 大家都是互相利用嘛 那倒是 如果成功铲除宇文化吉 王世冲就会独揽大权 万一失败的话 他既可以推我们去送死 又不用承担责任 为了娘 就算明知被他利用 也要冒一次险 我们一进皇宫 只好走一步看一步 随机应变 万一被我们一击击中的话 可能真的可以扬名立万 然后找个机会建功立业 从此扶摇直上 你真这么想 想 当然想了 不然我怎么跟秀宁说 我会成功的 我说过吗 一定要创一番事业 我不会让人看不起他 大哥 你真的一点也不担心呢吗 王世冲已经跟那两个 臭小子联手 他随时会把宇文家的账簿 承交给皇上 到时候 你认为该怎么做呢 杀人灭口 以决后患 张嘴闭嘴是杀人灭口 和宇文家为敌的人 多如天上繁星 你杀得尽吗 杀人只是权宜之计 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 那你告诉我 怎么样才能 真正解决问题呢 过来跟我下完 这盘残局吧 大哥 如果想赢这盘残局 最重要是怎样转危为安 反手为攻 怎样杀对手一个措手不及 没齐了 难怪人人都想当皇帝了 实在太宏伟了 不知道该这个皇宫要多少银子呢 大概一万万两万 一万两万三万 你数到什么时候才数得完啊 不行 我也想试试当皇帝 站住 你们到那边去 搞什么 跟你来吧 还有这条啊 这条也要脱 再脱就没了 见皇上而已 用得着这样吗 进宫面圣 一定要彻底检查 以防刺客 老夫也不例外 你这么快就穿好了 还有啊 还有 没有了 手上拿了东西 要先行检查 再由我交给皇上 这个也是宫中的规矩 这么多规矩 记住交给皇上 为臣参见皇上 愿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我爱心平身 谢皇上 大胆 皇上还没叫你们平身 你们干嘛起来 算了吧 是 皇上 王万岁 你说有宇文化级 意图谋反的证据 究竟是什么证据 是宇文化级 向东明昊撕买兵器的账簿 请皇上过目 也许宇文化级 不许宇文化级 不许宇文化级 去仰叛军 意图谋反 岂有此理 来人 传朕口谕 传宇文化劫进宫 不用了 大难宇文化劫 竟敢在朕面前动 我是不是想造反 我宇文家祖宗三代为朝廷效命 中军未免 天地可见 呕心力血 抚养无愧 皇上因为一句话一本账簿 就定宇文家谋反之罪 试问天理何在 宇文化劫 你以为声音大就行了 如果你不是想造反 怎么会向东明号私卖兵器 你说 什么抚养无愧 如果你不是心怀鬼胎 又怎么会闯入皇宫呢 你是不想抢丈夫 销毁证据啊 宇文化劫 口火声声说自己是清白的 那东明丈夫这件事 你怎么解释 郁家之罪何患无辞 皇上要杀微臣 又何须丈夫呢 宇文化劫 你想毁灭证据 这证据根本就是假的 还给你们 宇文化劫 你毁灭证据分明是心讯 杨广你给我住嘴 今天我为自己为天下讨回公道 杨广 你知不知道自己犯了十条罪状 第一 师父篡凶 二 乱伦无道 三 荒勉酒色 四 穷奢极势掏空国库 五 磕捐杂税压榨百姓 六 寻由天下劳民伤财 七 据执箭杀直视 八 贿赂成方包庇小人 九 言而无信招令西改 十 浩大喜功穷兵独武三张高丽 这就是你杨广当皇帝所犯的十条罪状 男人 给我杀了他 你们干什么 为什么还不杀了他 杨广 你大势已去 今天谁是法号施令的人 你很清楚 杨广 远化级 朕一向带你不保 你居然反朕 错在你看了这本账簿 军军 收拾吧 参龙之气 定前进 这本账簿 一 三 二 三 好 好 好 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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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少 好 令少 爹 我来救你 冲啊 快走 保护走 杀 杀 早说了不准你伤害我男人吗 大哥 情况莫追 我们还有重要的事没做 王世冲不会罢休 他会重新集结兵力 不得不疼 那妖女去哪了 他既然中了他就不会伤害他 这很难说 他整天想要长生绝 不知道他想干什么 现在长生绝在你那儿还是在他那儿 在我这儿 但是我担心林少的伤势 继续找 叫 叫 他们不会追上来了 刚才我们走的时候 知不知道仲少他们怎么样 能逃掉吗 你先顾你自己吧 我一定要救他们 你先歇会儿 怕我吃了你啊 我救了你啊 连谢谢都不说一声 就担心那个男人 我会吃醋的啊 你救我无非是为了长生绝 我承认啊 这是原因之一 最重要的是我发现 我真喜欢上你了 我看风来人公 还强武器到开封 来世空 谁能怀我离梦 天空中脚踏浮云 头上这双子龙 还微笑世间英雄 谁比谁有用 长斗短 还斗风 阳眉令四方震动 南志东 行真被我烟红 不到荣耀是前途 埋伏更多虾服 谢谢大家